郭震星期晚上宣布的竞选宣言中 就宣布了多项相当吸睛的计划 其中为了拉台国内处于贫穷线下家庭的收入 便建议每月自动汇款支出 提高大马家庭基本月收入到2280 这将称作基本收入自动援助计划 Assistive Basic Income的承诺 如果真要实施呢 真能行得通吗 那么今天线上我们就有 浪漫大学经济系教授黄锦荣 带给我们点评这项计划 锦荣早上好 锦荣 士廷早上好 盛中文锦荣 对于这项基本收入自动援助计划 你有谁怎么看的 我们先看 它的这个援助计划 如果大家没留意的话 它的大概意思是说 如果你的这个收入 是介于这个贫穷水平线 比如说2200 那你基本上应该说 如果你的收入是低于贫穷水平线2000 而比如说1800块钱 那么每一个月 政府将会给你新选任的国政政府 将会给你每一个月另外的400块令吉 然后让你能够有的最低薪金 家庭最低收入是在最起码在贫穷线的水平 那它这个概念其实也不是一个新鲜事情 因为如果你要看看这个联合国发展署 对于这个所谓最低收入这个规划 其实它是倡议说 那个一个国家政府如果有这个财务能力 那就给予说这个低收入的这个家庭 一个最低的这个收入 其中一个标准就是依你可以负担的 比如说一个贫穷 限水平这样的一个收入来给予这样的一个资源 好 那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财务上能够负担这样子的一种资源吗 那你想一下我们大概全马在 如果根据这个大马统计局的 关于2020年的这个统计 那么我们大概有760万户家庭 如果这个18线的这个家庭的收入 是低于这个贫穷线水平2208块的话 那大概就是一个75万个家庭 这个家庭 那如果我们的这个当时候的这个家庭 它的这个收入假设是在一个最低薪金 这个我们欠5块钱的一个水平 那么距离这个贫穷水平 大概还有一个708块这样子的一个水平的话 换句话说 政府每一个月将必须支付5亿3千到5亿4千万左右 这个大概是一个最低的这个评估 一年下来就是大概是个65亿这样的一个开销 好了我们能够负担这样子每一年65亿的这个财务资源 对于这个生活低于贫穷线水平的家庭 可以 但是我觉得可能选民还要有一个心理一个准备 就是那大概就是说 当你支付这个65亿过后 那其他的这个福利开销 大概就会被砍掉的了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谈着的说 这个津贴合理化这样的一个制度 可能很多对于M40比如说这样子的一种 没有无差异无针对性的这种津贴就会被拿掉 包括说可能汽油津贴也会被重新被合理化被减少 那这样情况底下 你才能够在增加这一方面的这个开销资源 然后减少另一方面开销来达到这个整个的这个财务平衡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考量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仅是这个好处还包括说 它带来的这个经济代价 我觉得这个也是必须考量在内的 是的 景荣像你这么说 国政的这个出发点确实是好的 只不过说需要耗费大笔的资金 那你又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呢 我想如果采取一个折衷的方法 我觉得可能可以稍微仿效一下 美国所进行的 或者说已经执行多年的 Earn Income Tax Credit 它是什么一个概念呢 意思是说它其实要求的每个国民 那都必须先上缴这个所得税 那都必须申报所得税 在马来西亚如果你的所得税 你的可征所得税如果是低于 那固定的比如说4000块以下 你基本上就没有需要缴税嘛 也不需要这个申报的所得税的这个表格 那现在它要求的就是每一个国民 都必须申报 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假设说我们的这个可征所得 收入是在4000块以上的 比如说4000到5000 你就开始需要一个增个15%的这个税收 然后5000到6000就是一个 比如说一个18% 那相对的你可以给予那些收入 低于可征所得税4000块以下 比如说3000块低过4000吧 对吧那你就给它一个15%的一个津贴 那如果它的收入比如说是2000块 那就是说它低于这个4000可征所得税 2000块这样的一个距离 然后就给它一个18% 以此类推 那它基本上就有两个最起码两个好处 第一个它就不是 它第一它不会影响到我们 我们国民工作的这个欲望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它基本上不是那种很 ag hoc式的 武断式的说它必须2000块以上以下 如果2300块的家庭呢 它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援助 那如果你根据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话 那它基本上每一个不同的低收入群体 多多少少都会得到援助 我觉得可能这个争议性就不会那么大 是的 谢谢景荣今天带给我们精辟的分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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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